《诚心圣言》的第二周 借着留意基督劝诫和警告的话 并借着接受他的重新训练 使我们里面的人日日得更新 而承受包罗万有的基督做美的 这一周的重点就是更新 在第一周讲到我们需要征战 第二周讲到我们需要更新 要进入美地 要经营美地的两个重要的条件 第一就是要征战 第二就是要更新 第二代新的一代 更新的一代才有资格进入美地 所以进入美地的资格 第一就是要征战 第二就是我们要做更新的第二代 那在这一周里面 这个篇题很长 但是呢这个有两个重点 就是我们要得着更新 我们要能够承受包罗万有的基督做美地 需要两个戒者 两个戒者 第一个戒者就是需要戒者 留意话 留意话 第二个戒者就是接受训练 留意什么话呢 留意基督劝戒和警告的话 然后戒者接受他的重新训练 借着这两个戒者 我们就得着日日更新 而能够承受美地 所以在这一周的纲要里 第一大点就讲到我们需要留意 劝戒的话 什么是劝戒的话呢 简单的说就是要相信 不要不信 要相信神的应许 在第二个标语说到 要相信神的应许 相信神的同在 也相信我们 主能得胜 第二大点就讲到 我们需要留意警告的话 什么是警告的话呢 简单的说 就是要逃避拜偶像的事 而第三大点就给我们看见 我们需要重新训练 唯有重新训练的第二代 他们是借着训练 而把自己预备好 能够进入美地 经过训练 预备好的 也是更新的一代 所以在这个大点里讲到 这个训练最重要的重点 就是我们需要借着训练 借着主的话 而更新变化 最后一个大点 就说到我们需要重新训练的 九件事 而今天早上 承导的重点 就是相信 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相信 相信什么 那出埃及记三章八节说 我们需要相信神的应许 相信神的同在 他不仅应许我们 要上到美地 他也亲自领我们 与我们同在 要一同的上去 尽到美地 同时 西伯来书三章十二节 讲到我们要 不要不信 这是劝戒的话 要相信 并且不要存 不信的恶心 所以今天早上 承导的重点 就是我们需要向主祷告 要有一个好的心 满了信的心 相信 主复活的大能 相信 我们里面的 比世界的更大 相信 他是万有的元首 也相信 我们里面 内住的灵 要把这个能力 继续传输到我们里面 所以感谢主 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天 参加承导的 弟兄姊妹 我们都是一般 在这里 接受训练的人 我们要满有信心 我们在这里 接受传输 我们在这里 预备自己 我们在这里 准备承受美地 每一天的承导 就是一个训练 这样的训练 帮助我们更新 这样的训练 也加强我们的信心 加强我们里面的能力 感谢主 愿主得主我们